很快一個禮拜十六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獎勵十三頁 好上次剛剛提到了 因為我 因為我上廷可能 沒有 這個學過 現金流行表是用直接法 但可能沒有在 在複習過了 所以我想以後可能要用 這個 這個 我在可能 在這幾年 那現金流行表會改成說 一定要用什麼 直接法編制 那就你就要用直接法 那直接法你也不用那麼的害怕 就是說 比較 它會比較麻煩一點點沒有錯 但是 也沒想像中那麼困難 那它是從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調整 我們現在從英記基礎調整什麼 現金基礎 那 上上的這個 因記基礎所編制出來的損印表之類 這個是叫做 消貨收入 那這個消貨收入 我們要調整 從顧客的 中線數 數線數 那當然這邊 消貨收入特別 這個 要 當然我們是 是進額啦 就不特別講 一定是進額嘛 總而 因為你有退回或折扣 那個一定收不到錢 所以一定要抓進額 所以我就不只 我就 你就應該知道了 我就不直接特別寫 那你現在調整 這是英記基礎的 調整 現金基礎的 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消貨 消限 消貨收入 我會調整這個數字 那中間 這裡叫做調整 查整 那麼怎麼樣 消貨收入怎麼樣才會變成消貨收限數 其實是跟什麼有關 其實是跟 因為他 他這才沒收到錢 所以這個 當然是 奢銷 奢銷要抓什麼 應收 賬盤對不對 AR 這是應收賬盤 他又跟什麼有關 收到錢的 還不能任列收入 這個叫做 預收 收益 預收貨款 你先收一筆錢了 你公司很可能這樣子 先收一筆錢 那 之後 再任列收入 對不對 這個叫做 預收 貨款 他這兩種方式 你是要用 這個 你是要用 這個 這個 期初的應收 跟期末的應收 去做比較 可以 或者是 直接就是 應收的增加數 或應收的減少數 都可以 好 隨便你 那 你如果是要 比較 沒有把握一點點 那我建議你用 期初跟期末 這意思是一樣 期初跟期末的應收 好 請問各位 重點來囉 你現在消貨收入 這個特權消貨收入 對不對 我們是要 加 期初的應收 還是 減 期初的應收 為什麼 因為期初的應收 是上一年的應收 會在今年 收到 現金 那麼其實呢 你這個 只要這個出來 將來你們在 實物上做 Excel 用Excel 做或是 用系統 做都一樣 你只要這個 邏輯出來 對不對 你 其實就出來了 後面就出來了 為什麼 這個加 這個就 減 這個加 這個就 減 這個減 這個就 減 到底是這樣的 因為呢 為什麼要減 為什麼要減 這個是期末的應收 期末的應收是 已經正念收入了 但是收到錢沒有 還沒有收到錢 所以他已經正念收入了 把它扣掉 還沒有收到錢 那這個呢 這個叫做 上一期的預收 上一期的預收 已經 收到錢了 這一期不會再收到錢了 扣掉 這一期會正念收入嗎 那這一期呢 這一期是 他不會正念收入 他沒有任何收入 對啊 難道要有念 憤怒 借現金待預收 貨款 不是沒有任何收入 但是你收到錢沒有 你收到啦 借現金 所以加 這一期的預收 或者你要用這個 增加數捲倒 以值一樣 如果 我問你 如果 期初是 這個 如果期初是 隨便舉例 500塊 期末是 400塊 請問你 期初 500 期末是 400 表示是什麼 增加還是減少 期初是500喔 期初 你看幾次這樣 期初是500 期末是400 那是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嘛 對不對 減少數 減少多少 就是100 對不對 意思一樣 那你加500 跟減400 結果呢 等於 加100 所以 應收障碼減少 表示什麼 所以應收障碼減少要加啦 為什麼應收障碼減少要加 你現在看 應收障碼減少 表示收限啊 那為什麼會減少 所以要加 所以你要 你要應收障碼 那應收障碼增加數 我換 我換了 那你最近 為什麼 因為應收障碼增加 他沒有收到現金 預收是一樣的邏輯 好不好 你自己帶 你自己帶數字 那或者是說 你是加其出減其末 也可以 那等於是加 你加其出減其末 等於是加什麼 應收障碼減少數 等於加應收障碼減少數 一直一樣 看你 看你要用什麼方法 編出來都可以 但是我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 好啦 這個就 加其出減其末 你自己用以色的公式設 或者是你自己系統裡面 反正我就抓 那個應收障碼的什麼數 反正我就系統裡面 就設定那個 那個code 就是說 我就加 我每次要調的時候 對不對 我就加什麼 應收障碼的其出減 減 應收障碼的其末數 就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 應收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小小的關鍵 預收那也是一樣的 預收 預收是負債 那這一個 這個應收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樣啦 應收 好 一直都一樣 這個到底是要抓總額還是抓進額 什麼叫總額 什麼叫進額 總額就是應收障碼如果是1000對不對 減背禮外上100 所以他 進額是多少 900 那這邊 這邊到底是加其出的事 你期末有可能 期末有可能是 這邊是 這邊可能是 這個2000 你這個背禮外上可能是300 有沒有 結果你是多少 177的 這是其末的 這是其出的 這是其末的 你下次加其出 減其末我知道 你到底是加1000 減2000 還是加900 減177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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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告訴各位 直接用進額法好了 你直接用進額法 壞賬費用 就不要管他了 壞賬費用就不要差 如果你有總額法 你還要再調壞賬費用 如果你加1000 減 加1000減2000 對不對 因為真的被禮外上的 被禮外上的增減數 不就是提列壞賬嗎 那你要再去管這一塊 那麻煩嘛 你這個總額還要提列 還要管壞賬費用 那麻煩 那我們這看就怎麼樣 一次解決 就直接看進額 就不要再調壞賬 你其實已經調了啦 進額去調 所以 你看總額的話 加調壞賬 看進額就直接 怎麼樣 那我建議各位 以後 以後為了簡化幾件 你們就直接 設什麼 進額 加900減 這是最快的 那這個叫什麼 銷貨的 顧客 從顧客那邊收到什麼 現金 從顧客那邊收到現金 好 OK之後 OK啦 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啦 好 只是你 你這個 你這個觀念正確的話 你自然 自然系統 或者是 以色尤的公司 你就會設對了 一樣 你用以色尤邊 現金要改也可以啦 但是 公司要設對啦 對不對 都抓公司的 因為你一定會跟 資產戶在改連結 對不對 你那邊現金沒有改 一定要跟資產戶在改連結 好那我現在 要談的是 就是 有消貨收入就有什麼 消貨 成本對不對 然後把它打掉 好那消貨成本 你在印記基礎底下的實力表一定叫什麼 消貨成本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目標要 要考慮什麼 叫做 進貨的 要付給供應商的 進貨的 什麼 負線入 因為你的 現金要表要出現這個 那注意一下 很多人在這裡 就犯了一個 一個觀念上 很嚴重的錯誤 直接從消貨成本去調整 對不對 我想你知道 你要調整什麼啦 對不對 我寫一下 我知道你要調整 但是 各位請注意 我們現在是從消貨成本出發嗎 可以從消貨成本直接調嗎 不行喔 如果你從消貨成本直接調對不對 你的供應商 會打電話 會打電話過來你們公司抗議的喔 抗議什麼 你東西賣掉才付貨款喔 東西沒有賣掉了 你現在打算不付是不是 是 是 我們貨款是怎麼樣 是 進貨就要付了對不對 時間到就要付了 你會跟公司商講說 等一下 我等喔 等什麼 什麼時候等什麼 等 賣掉 賣掉我再付 這個叫賣掉再付 現在我真的不是賣掉嗎 所以你要 你要 推回去 當初 你們這個系統 或是這個公司要設好 你現在要先回推什麼 當初的進貨數 那當然是進貨進額啦 這是不用講的 這已經是常識了 那你記不記得你消貨成本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對 其中存貨加 進貨 當然這個是進額 這個一定是進額 這個進貨進額到底是什麼 進貨 減進貨得扣或得讓 加 進貨運費 對不對 減什麼 等於什麼 那你現在要推出哪一塊 那其實很容易 你就把消貨成本對不對 公司設好 加 請貨什麼 減 起出什麼 就等於什麼 進貨進貨 好 再來從進貨進 我怎樣 講回去 那跟剛才我記都一樣 各位 要加 其出的 AP 還是 減其出的AP 加其出的AP 還是 減其出的AP 加 加 剛才你們會 怎麼現在不會 對 剛才你們是不是加 其出的 AR 嗎 表示什麼 其實這個 其出的AP 是上一期的AP 沒有付錢 會在 這一期付錢 所以這一期的 進貨的 負限數會增加 你只要知道一個後面 就知道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為什麼要寫 浴付 因為浴付 浴付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入進貨 但是他已經負限 上一期已經什麼 負了 對不對 上一期已經負了 所以呢 這個 這一期 這一期負限沒有 剛才是上一期負 現在這一期負 所以這一期負 他 沒有什麼 進貨 他是借什麼 他是借 欲付 欲付貨款 待 漸進 所以 你負限數有沒有增加 有 這一期的 好 這樣OK嗎 跟剛才一樣的邏輯啊 剛才你會應該是 就會對不對 一樣 一樣的 那你說這樣增加數來減少數 一樣 增加數來減少數是一樣的 好 那調完之後 請記得 這一個 要把它調回去哪裡 那一個 對對對 記得系統 或是你們 你們這個 公司這個帳帳 這個 好那我請問各位 你們公司帳帳是 期初什麼加金 進而減少 什麼連銷 對不對 那如果你告訴我這樣的話 你們公司應該是用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字做 我評價 什麼字 定期盤人字還是永續盤人字 路上 定期盤人字啊 這個是定期盤人字 啊你們有去盤點 沒有 沒有去盤點 沒有去盤點 你知道這個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 你應該有去盤點吧 你去盤點應該是永續盤人字的觀點 你去盤點應該是永續盤人字的觀點 這樣才會盤得出 盤損不是嗎 要不然你是 如果你盤點不是永續盤人字 你去盤 多少就多少 好 這應該是 一旦的觀點 其實是什麼人家 進貨進而 對不對 減 消貨成本 這個 等於什麼 期盤 這個是盤點的時候用 因為平常 你們公司的系統 要ERP系統 對不對 平常的競銷唇都記在那裡 系統裡面了 這是平常的競銷唇 都記在那裡 但這不是結帳用的 結帳你用這個結帳 你用這個結帳 你會發瘋 如果你們公司有 有10萬筆消貨對不對 你知道你消貨什麼要結幾次嗎 10萬次 每一筆消貨就要結一次什麼 消貨成本 所以這個是帳上 帳上的什麼 不是系統上面的什麼 競銷唇 好 那你系統裡面一定有一個 期末存末的什麼 應有數 對不對 你盤點的時候一定會去系統 列出一個盤點清單 列出來 存貨應該有多少 其實存貨應該有1000個 從系統印出來 結果去倉庫點 這有800個 200個 你是10句去點喔 只有200個喔 應該要有1000個喔 對不對 200個 200個怎麼了 那這次要回到那個 問你 要問你 要問你們喔 我要問你們喔 你們公司幾套帳 一套帳的公司 就是盤點盤损 兩套帳的公司 偷偷拿去賣 享受盤损 對不對 兩套帳就是這樣來的 要懂意思嗎 所以你們 以後國際外準則還是這樣啦 這還是這樣 國際外準則的時候還是有 地級盤人質跟什麼 永續盤人質 但是他說 他有說喔 如果你們公司是 採個別的定法的話 應該搭配永續盤人質盤點 為什麼你知道嗎 應該搭配永續盤人質入帳喔 為什麼 就像我舉個例子 就像那個 你們公司如果是賣那個高 那個很高貴的那個珠寶跟包包 那個是用什麼路障 那個是個別的定法 那個每天都有傑出銷售成本喔 每天都要點喔 H牌的包包 有八個 賣掉了兩個 應該剩幾個 六個 對每天都要點 點完都順便 傑出銷售成本 對不對 好 要懂意思嗎 那是這樣 那個是採個別的定法 的話 那你就要用什麼結帳 永續盤人質 所以這個 這個實物上有用永續盤人質結帳的公司喔 有喔 就像這種高貴的這種 賣高貴這種珠寶店跟包包的公司 他們每天都要結帳喔 因為他們每一個 他們的量很少 頒價很高 對不對 對啊 H牌的包包十個啊 這才十個 對不對喔 賣掉了兩個 其實應該剩幾個 八個 那你賣掉了兩個就可以結束 銷售成本啊 好 每天都結 每天結沒有什麼困難啊 那你要 你們公司要是那種量產的 喔那 那好幾萬筆銷售 那你 那你喔有得結了 好 順道跟你提一下啦 所以國際關係還是一樣 好那費用呢 費用其實就單則了 你現在要從 什麼什麼費用對不對 要調到什麼 什麼什麼費用的負限數啦 好那這個是單純的 那就直接用這個 什麼什麼費用 有沒有 薪資費用 利息費用 好去調就好了 那這個叫做 他帳上一定有一個什麼 陰付費用 我自己陰付好了 陰付費用 什麼什麼 什麼的陰付費用 那麼 期末應該還有一個什麼 也是一樣的陰付費用 那如果你是有預付的話 像什麼 保險費嗎 好 或是租金對不對 租金費用 不是有預付嗎 好那就是預付 一樣 這12月30下 預付 那怎麼做 跟上面一樣 加 其出 減其末 減 其出 其出的一負 加 其末的一負 就得到什麼 費用負限數 這個是要 直接 把 直接 好那我們看一下下面 就是下面那個表格 下面那個表格 我把 我寫在板上 你應該理解了 應該理解了 好 那易地基礎的損儀表 有出現 折舊費用 對不對 這幾個要請你注意一下 折舊費用 有沒有復限 所以要把它怎麼樣 調掉 沒有 現金基礎的 這個 這個 信義表格沒有 我要調掉 代賬費用 代賬費用也沒有 處分資產損失 沒有 處分資產損失 他不是這個 營業活動 好 那利息費用就是依照這樣的邏輯 那其他的費用也是一樣 不過其他的費用 可能 這個 他這邊只提到就是說 可能就是說 是 這個的 這個的 增加數 減少數 那這個的 增加數 這樣子 所以你看增加數 減少數也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都可以 那我建議 我個人是建議 你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 因為你一定 你有一個 奇數數跟什麼數 奇墨數 你用增加數 減少數看也可以 自己 你就自己 自己把它帶進去 其實結果是一樣 結果是一樣 那我建議 你是用這個 好 好 那這個的話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以後你們 你們 這個 存意表 這個 信息量表 對不對 不要把它想太複雜 不要想得太困難 只是稍微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麻煩而已 因為以前是建議倒推 你 你沒想那麼多 但是現在一個一個看 消數路看 消息什麼 要把它調回去 不要調到哪裡 然後什麼什麼 費用一堆嗎 每一種費用都要調 其實呢 其實你那個 你那個邏輯 那個觀念 都要建立好 對不對 其實都一樣的觀念 都一樣的觀念 只是抓不一樣的 這個科目 都是一樣的觀念 其實 只是 只是說稍微 稍微煩了一點而已 我們看一下 直視驗 好 直視驗是投資活動 好 投資活動 那投資活動 我們再看一下有哪一些 取得 即出售 不動來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及其他長期資產所支付或收取的現金 那第二個是 你取得或出售 其他 企業 權益或財務工具的 合資權益所支付的現金 那或是其他企業 這個 這個銀行比較會有 其他企業的 電款 去放款 好 這都是投資活動 那投資活動 就是來自哪一塊 所以一般 一般你中法企業來講的話 比較 你比較常見的是 你公司賣那些 機器設備啦 那些什麼設備 廠房設備等等 這一些 這一些通通是什麼活動 投資活動 這是你比較常見的 那投資活動呢 投資活動就是這個錢怎麼來的 就是從股東或是什麼 債權人那裡的 發行股票 或是 或是 取得或 贖回公司的股票 這個大概是這一塊 廠還借款也是 因為 我是還負債 當然是什麼 籌資活動的 現金減少數 其他這個揭露 你們稍微看一下 就好了 然後這邊 這個 第15月 第15月這個我在 IAS第1號也講過 以後的 以後的那個 財務報表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 財務狀況表跟 綜合金利表跟 現金流量表 三張表是平行的 那我不是說 以後 以後那個財務狀況表 裡面 也要分成 三個活動對不對 就是 譬如說 你那個資產 你那個資產 你那個資產是 他其實把它分成經營活動 跟 這個 這個 這邊應該寫 投資活動 應該寫投資 活動的 經營活動 這個 或業務活動 兩個 一個是 這邊有 營業活動的資產 這邊有什麼 投資活動的資產 那你用 營業活動的資產 對不對 去賺來的什麼 收益有哪些 這是到 省利表 這個是 投資 那個 投資活動的 資產 例如像什麼 投資性不動產 那你賺來多少收益 那 這有相關有多少支出 都在省利表 那 一樣 你有收 像這個 這個 這個收益 應該是 銷貨收入 你公司 你公司 買固定資產 要創造出什麼 銷貨收入才對 機器設備不是讓你 讓你創造出銷貨收入嗎 對啊 銷貨收入怎麼調到那個 經濟表表 就是剛剛我們在講的那一塊 從銷貨收入調到什麼 銷貨收益度 所以才跟你講說 這邊一定要用什麼法 直接法 就是這樣的道理 因為以後三章報表要什麼 要平行連結 要平行連結 所以才 因為你如果這樣用 進階法 絕對編不出來 絕對編不出來 但是這一個的話 這個的話 他跟你講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要採用直接法編制 禁止你採用什麼法 進階法 但是這個 IAS 他只準備要這樣子而已 並還沒有 通過 是快要通過了 快要通過了 以後 三章報表變成這樣子 變成說以後 財務狀況表 又有活動了 又有三種活動了 進階 我們的綜合進階表 又停活動 三個活動 限制料表 本來就那三個活動 對不對 那他就留著 所以三章報表 就長這樣子 平行連結的 平行連結 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這樣子的話 也比較好 也比較好 就不然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太重視 資產自代表了 太重視 資產自代表了 那那個損益表 損益表現在資產自代表哪裡 就說我們太重視這張報表了 那你要看損益對不對 那你要從這裡 這邊不是一個 損益不是 對啊 本金儲蓄結到哪裡 保留盈餘對不對 那從保留盈餘當中 去看出這一期 盡力多少 盡力會使保留盈餘增加嗎 那現金呢 這現金是很重要 現金的增加數 還在這裡 現金在這裡 然後還要去看 拉出一張什麼表 現金沒有表 看整個股東權益的變化 看什麼表 股東權益變成表 那三張表好像是 這一張表的副表 你會覺得 這張表是主表 這三張表是副表 好像這種感覺去 所以我們太重視資產自代表了 好 那 那這個 這個國際觀止的意思說 你 你這個資訊應該是要充分的 讓大家能夠 你自己要研究 讓大家能夠知道說 這樣的關聯性 比如說 比如說 你有營業活動的資產有這麼多 你投資活動資產這麼多 對不對 那你營業活動賺來的錢 假設是這個正數 正數 結果 營業活動的負現數 對不對 你營業活動的現金沒有 竟然是什麼 負現數 這件事情有沒有很奇怪 就是常常有現在我們那個 會計結出 存意表給老闆看 老闆一看說 我這個月賺 賺2000萬好了 淨利2000萬 結果 老闆